血糖高能吃红薯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何晶 陕西省中医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红薯对于人体的器官粘膜 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另外还可以抑制胆固醇的沉积 能够保持血管的弹性 红薯中含有的钾 叶酸维生素C维生素B6 这些营养物质对于心血管有保护作用 所以糖尿病人可以适当地吃一些红薯 但是由于红薯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 那么糖尿病人在进食红薯的时候 就要减少相应的主食量 那么进食多少量的红薯呢 就要减少相应的量的主食 这样子血糖才不会有大的波动 那么红薯呢 还具有抗癌的作用 另外对于一些老年人 经常会出现大便的异常 比如说便秘啊 大便干燥啊 进食一些红薯呢 对于保持大便的通畅也是有好处的 但是红薯的淀粉含量很高 还有一定程度的糖分 那么进食红薯呢 就要减少相应的主食量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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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